几句话 我这是感慨命运 还感慨命运 人生啊 万般皆由命 半点不由人 都是命吗 我就是说相声的命啊 是吗 真的啊 你别不相信啊 我40岁之前 我什么都不相信 我40岁之后 我才劝自己 人要尽量地去相信很多东西 信命了 人对宇宙的感知是5% 没认识多少 很多的事情 我们并不熟悉 不能说你没看见 就叫没有 WiFi你也没看见 声音你也没看见 秦始皇你也没看见 你能说没有吗 不能说你眼见了才有 这个不科学 不能这么说 命运左右一切 还左右一切 你看啊 桌子上放着两碗饭 米饭 这碗饭让人吃了 吃完消化完了 排在厕所里边 这就是这碗饭的命 那碗饭搁那搁着没动 这就是他的运 你看 你看运气很好 他没被吃 对了 当然之后 招苍蝇掌毛 在扔的厕所里边 还是你的命 人不要跟命去争 争也没用 都奔厕所了 尤其到了我跟千哥 这个岁数了 尤其余老师比我还大 大好几岁呢 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 对 到眉毛了 您这埋过了这个 到哪 土埋半截啊 土埋多半截 反正这差不多 土埋半截人 人是倒着埋的 好嘛 没听说过 到这岁数了 好好说相声 尽量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对 我们也是好交朋友 最近国际上很多事情 把我也忙得够快 国际上的事您还管 国际上 我竟忙着给人捐个款 什么的都干 您这慈善事业呀这是 前些日子 法国巴黎 那老娘娘庙着火了 什么老娘娘庙啊 你看你不看新闻哪 巴黎娘娘庙 行了行了 都知道了 您就别在你老娘娘庙了 哎呀我一看坏了 怎么 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 没听说过 法国人拴娃娃也得上庙丰山 有那个本地的出不来的 不用 您就说那找火了怎么了 找火捐款哪 您也管啊 我给巴黎娘娘庙捐一八百 给了八百 那当然了呀 不少 热心肠啊 好啊 没两天 泰国那皇上上岗 上岗干嘛 泰国有一皇上 登基啊 登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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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哪有这么一哥 我一查资料 好这皇上六十六了 是六十六 不是六十就退休吗 人泰国没有这规矩 是吧 你看这玩意儿 他花了十亿泰铢 买的这个 登基打电买了 买我也买的 不是啊 我要当皇上 你就是娘娘 说这个 提这个干嘛呀 泰国皇上登基 花了十个亿 就办这堂事 十个亿泰铢 这是什么概念 十亿泰铢列位乡亲们 怎么算 十亿泰铢 你也不明白吧 是啊 咱们这么算啊 值多少钱 你就算 你就算一个肉夹馍是五泰铢 对 一碗一碗酸辣汤 八泰铢 以你的饭量 撒肉夹馍 两碗汤 你算喝多少泰铢 我算这干嘛呀 我 反正花不少钱 人家泰国那有卖胡辣汤的 那是他的事 那是他的事 没有这么算的 泰国没有胡辣汤 有两碗米饭 一碗被人吃的 一碗 过去那长 那么 崩子 稍微 不会 我 我